导毒、负利率、楼市的异常火爆、人民币的贬值,带来的是浓浓的不安全感,每个人都问,未来会怎么样呢?自己的钱能不能保值?能不能增值? 其实很多成功和失败,很大程度上都不是自己个人能力决定的,而是被大趋势给决定了。 如果在一个不是普遍性的盈利市场上的时候,我发现赚钱一般都是辛苦钱,也就是根源比体力才能赚钱,花更多的时间,做更多的调研,那些都是辛苦钱。 唯一盈利性的机会其实只有一个,就是住都会赚钱的时候,我才有赚钱的机会啊。 我们过去十年的趋势性机会是资产升值,大量的房地产商在过去十年的盈利能力其实是极强的,在过去十年买了房的人也基本都赚了。 那么未来呢?只有了解中国未来三十年的大趋势,我们才能赚大钱,我们如何看待未来的中国? 十八大之后,经过两年的试水,未来三年五年,乃至三十年,中国将会是什么变化? 在此后的三十年里,我们习以为常的发展方式,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,未来的三十年是一个大力的时代,将会带来三个重建。 第一,重建秩序,前三十年大破,后三十年大力,从改革开放到现在总共三十多年的过程,前三十年,可以说较大破,破掉了许多传统的东西。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,发展就适应道理,国家鼓励的是敢冲,敢想,敢变。 中国人存在相信法不责重,一句遮百仇,灵活变通的观念。 这些惯性思维都是已经形成了一种潜意识,在一些不良风气影响之下,很多投机者都成了高官或富翁。 如今,这样的潜规则已经行不通了,大破的时代已经过去,大力的时代正在到来,为了破解这种潜规则,需要重建规则和秩序。 所以这次的反腐是需要用一定的时间,可以说是要彻底的连根爬起。 第二,重建道德,重建道德,也就是重建文化。 中国几千年出现的问题,要想找到长治久安的道路,即要向西方学习,更要去学习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。 我们很多优秀的东西都丢掉了,而如果没有道德、操守、文化、诚信, 它将使很多人都变成了经济动物,一切都是前卫大。 从现在开始五到十年,最重要的肯定是信用。 没有信用,将会寸步难行,不讲信用的代价将会越来越承受不起。 现在我们破切的需要重建文化,中国的传统文化,校庭中性,礼仪廉耻,这些都已经开始反哺民间。 重建道德,需要十年到二十年的时间,这个过程大家都将会经历。 第三,重建生态。 任何一个地方的发展,都逃不过三个阶段。 第一是原始生态,第二是破坏生态,第三阶段是重建生态。 宁国伦敦一百年,前还被称为乌都,现在只要不下雨都是蓝天。 日本用了三十年来整治环境,在东京街头走了两个小时,你会感觉环境非常好,见不到一点垃圾。 所以,谋求发展不要只看当下,要看长远,以重建生态为方向,引领产业走向高端。 不管做旅游,农业还是科技,思路都应该是一样的。 往后凡是企业做跟生态有关联的产业,都大有希望。 所以,我们现在不要过度追求发展速度,企业要时打时的去经营,努力挖角色真的核心竞争力,这样才能真正保证企业的健康发展。 未来三十年,情况在哪里? 前三十年,如果说是平台为王,那后三十年肯定是内容为王。 前三十年,很多发了财地老板都是靠跑马圈地,抢占资源,做煤矿的企业抢占资源,现在能源价格下降了,全部套死在里面。 房地产企业也是如此,原来我们做地产的时候,一百亩就了不得了,现在都折上万亩,很多企业也套死在里面。 以前追求速度,很多做房地产和城市运营的,大多是在玩概念和炒作,很少引人下功夫去完善它,真正去做内容。 下一个三十年是内容为王,平台因内容而产生价值,做健康产业的企业,做得看起来只是一个小小的生命,疗养一气,但有着很好的市场前景。 以前企业考虑的是做规模和速度,现在更应该把内容做实,才能有更大的发展空间。 现在很多房地产商已经低下高贵的头,倒过来找做具有养老产业内容的产业合作,下一步将出现一种现象,会做内容的企业将变得奇获可惧。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?因为今天的中国平台过剩,内容区乏,所以下一个三十年从平台为王的内容为王,做服务行业,做餐饮,做保健养老产业的,未来都会找到发展空间。 前三十年重点在吃,住,行,后三十年终点将会在游,养,鱼。 过去三十年经济自方式发展,属于吃饱的阶段,吃,吃的是饮食方面。 前三十年,一个娃哈哈就能让宗庆后成为中国首富,卖饮料,食品就能有很大的发展。 住,中国十多年来一半以上,的首富都是做房地产的。 未来中国的房地产企业,可能有相当一部分资产打折,甚至削本乌龟,只会盖房子,卖房子是走不通的。 行,值的是汽车,这些年我们国家的汽车销售量,连十几年都是全球第一。 结果到处堵车,造成城市环境恶变,现在随着高速铁路的发展, 下一步可能会有很多有钱但是注重环保的人会选择高潜出行,环保出行。 未来三十年企业的机会在哪里呢? 第一是游。 游,就是提高生活品质,走出去游玩,游乐,旅游。 旅游不是说收门票就完了,现在中国的旅游还是一边捆着草,一边饿着牛。 旅游休闲度假市场,已经出现井喷市增长,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旅游休闲市场。 第二是养,养是养老,养生,养鲜和养子。 这对公众而言,是个巨大的刚需,尤其是教育行业。 孟母为什么三千,中国有句古话,叫做,养于汤则汤,养于黄则黄。 孔子嘉宇里有这么一句话,雨山人句,如入拦指之事,久而不闻西乡,则雨之话仪。 游乐人句,如入暴雨之事,久而不闻西愁,亦雨之话仪。 今后对于孩子的培养教育将是一个重点,又很大的市场前景。 第三是鱼,鱼就是娱乐,更宽泛的说是文化产业。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,鱼包括手游、电油、体育产业、文旅产业。 前两天,王嘉宁花了几十亿打造汉胜乐园,他为什么敢把这个钱? 因为他知道中国有着巨大的市场需求。 宋城帝老板黄巧令,15年前创建宋城,刚开始晚上没客人。 为了吸引客人,就打造了一台戏,叫宋城兼古琴。 大约八年前,忽然出现一个变化,很多人为了看这台戏。 白天不来宋城,反而晚上来,黄巧令发现这个变化之后,就把重心放在了这台戏的打造上。 黄巧令说,到现在打造了三台戏,一台戏三千多观众,凭这台戏就可以上市。 这就是中国正在出现的变化,很多人开始把配菜当做主菜。 在这背后,正是从平台为王到内容为王的转变,把产业玩出来,特别是随着新生代成交起来。 好多新玩法的出现,都意味着巨大的金矿,未来财富如何增值? 加大资产的杠杆效应,简单算一下,如果每年的资产增长在10%,刚刚对得起这个时代,任何一个单一的理财产品,都难以给到你这个收益。 所以一定是复合式,组合式的资产投资,要保持比较激进的杠杆资产。 全世界现在都在大规模的印钱,从美国到欧洲,到日本,日本过去三年里面,货币发行量增加了一倍,现在全球处在通货紧缩时期。 所以从财富安全性的角度来讲,现在最好的办法是把钱都花出去,不管买什么都是对的,要保持相对激进的理财的态度,才可以保证人民币的保值。 股权投资加投资创业者,投什么呢? 从最激进的角度,未来十年中国最值得投资的是两方面,一个是投好的企业,第二是投好的人。 现在新三百三千二百家公司,两年之内我认为会超过六千家到一万家,现在中国每年的基金系组在券业务大规模发展,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大规模的中小企业创业公司。 政府提出了全民创业,所以某种意义上来讲,我们要去投好的企业。 所以,股权投资是赢得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重要的手段,第二是投好的人,好的人就是二十年前的我们,二十年前的年轻人,都是今天的八零后,九零后。 你要找到那些好的人,可能是你的孩子,可能是你的下属,也可能是马路上的小伙子,对金钱渴望的人,找到他们,把钱投给他们。 那么像六零后,七零后出来的朋友们,未来对于商业世界,则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呢? 是拿着我们上半场赚了几十万,几百万,上千万,把钱放在中国市场,全球市场,支持年轻的企业和年轻的人。 我们有这样的方式,来看下半场的建设,这是第二个策略。 全球化的资产配置和邮制的不动产投资,前面的一半资产,做一些北场激进的措施,另一部分应该拿出来进行全球化的资产配置。 全球化的资产配置,很多有人到美国去买房子,或者去欧洲买一个商铺, 而真正的全球化资产配置,应该是交给专业公司打理的过程,要安排一些对冲性的产品。 这些产品不仅仅是买房子,买商铺那么简单,这是全球性的一个资产配置,是我们需要学习的。 接下来就是优质的不动产投资,过去十几年,你在中国任何一个城市买的房子都是对的, 但是在今天,我们谁也不敢想这句话,一个城市的房子,值不值得购买,是有很多因素决定的。 首先要考虑这个城市,在未来的三到五年内,它的人口是流出的还是流入? 第二,这个城市过去几年的工业产值是增长还是降低? 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比例是怎么调整的? 第三,这个城市过去几年和未来几年,土地出售是不是理性的? 库存量是多少?也要考虑。 第四,这个城市政府市政效率是高还是低? 公共配套到底怎么样? 所有这些家在一起,才可以决定,未来几年这个城市的房子是涨还是低,能够买还是不能够买。 今天买房子,不能闭着眼睛买,要真的非常大才可以买到好房子。 好的不动力还是值得珍藏和配置的。 要投资两个东西,此生健康和精神消费。 我们要去看好的电影,去旅行,要读书和看好的歌剧。 我们要知道全世界人类文明,要今天的很多成果,要用金钱和时间去交换它们。 我们不应该只是天天忙着赚钱。 只有投资这两项以后,我们才能真正基身中产阶层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